字幕志愿者 習慣 字幕志愿者 李庄 一上來 一上去 下來 上去 兩隻是喔 這樣子喔 彎博閉上眼睛 也能輕鬆採查 這熟悉地盤 游圓意一待就是三十年 多台即勤一同运转 采完茶的后缀制成才是备工 发酵 揉茶 解块 再塑形等步骤 除了耐心还得靠经验 日常生活里面 我的经验是 我们的茶笼和交换高温 地色和基础 慢慢去学习 宜蘭老字后茶园 经营超过一夹子 一心只想做好茶 但是一成不变 经不起市场考验 一度没落直到 你有吃过茶医生吗 没有 你要不要试试看 体验茶笼里日游 不能只拍网美照 还得卷起袖子动手做 在边场过程中 去闻它们的香气 有 它有的味道 也就散出来了 放映了 放映了 下回答 茶文化不止长者专属 年轻人也能参与 觉得台湾很多地方 有很多它的特色 但是缺乏推广 那大家都往国外跑 看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文化 串起来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推广的点 茶园欢迎光临 就是要先席客上门 体验文化的八项 来自第四代接班人 游政福 原本是百万年薪的工程师 他却心细 家商跟云三代的茶园 七年急身返家 要来个大改革 外国人反而是喜欢茶 现在咖啡是没落的 所以在国外的情况 是跟我们台湾一样相反 我觉得我爸爸他们 是有一个缺点是在于说 他们不知道说 其实自己的东西 该放在哪个市场 这种原因是说 做东西我没有接触嘛 那想我当然我抵辞了 那比较懂就行了 理念不同 父子曾出现拉扯 因为观察市场生态 由政府笃定茶叶不能是单一产品 得要跨出去 一业结盟一加一才能双赢 他们也有他们产业要面临的问题 我们也有我们产业要面临的问题 那是不是可以把这两个问题 讨论出一个 可以把两个产业重新翻转 跟放大的一个方式 这是蜜香红茶冰淇淋 冰淇淋 茶叶入菜做成食品 虽然是保守的基本款 但也是试水温的安全牌 只是挑战中西合并 这口感也曾碰比 这个月几乎每天都会有外国人来 让他们比较喜欢 就是还是传统的巧克力 Oreo那些的 对 那也有点过政府的茶 不甘心被茶叶二字局限 由政府另谋商机 让茶叶不只是用喝的 吃的产品越来越多元 乌龙茶凤梨酥 茶蛋卷 茶拉面 近期还有红茶 啤酒等产品 跟茶叶迸出果花 就连中药行也可以 这个玫瑰花其实我找很久 因为也有品相不好看 然后也有不是发过来 泡澡包配上玫瑰 洛神花 叶椒腾等 茶叶更是灵魂角色 能促进新陈代谢 消毒液菌等 不但家庭客买单 也很受泡汤客的青睐 在调配配方的时候 不管是中药还是茶叶 我们都要按照它的就是 该有的比例去搭配着这样子 那在研发过程其实 就是要一直泡 一直泡 就是泡十几次 然后才可以把一个 就是闻起来舒服 泡起来也舒服的 泡澡包研发出来 我当初一开始回来的时候 我是单打独斗 我觉得说就是我一个人 在推广茶叶这件事情来讲 在前几年是很累的原因是 你当你一个人力量其实很小 那你也只能一直这样子在 对消费者那种效益跟情况下 你没有办法堆叠到你自己的成果 还记得革命初期 得一边说服家人 还得寻觅拜访合作对象 拼了十年终于有点成绩 茶的周边产品也打出一片天 更致力向外国客推展茶文化 外销到日本法国等国家 专门接外国客人的旅行生合作 那我们希望把这些文化 精致完之后 让这外国的客人 透过他们来这边体验 然后做一个文化的 跟今年的输出 原料输出比单方向的一个 茶的一个应用面来讲 就光就多四五个原料输出了 那产值就是私底 大概就比我们之前多个 两到三倍以上 青年吉生用创新思维 翻转茶叶的刻板印象 替传统文化注入活水 效益堆叠创商机 青年返乡接家业 十年来坚持改革的初衷 走出更宽广的路